牧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还有孩子们 大家好 老师 今天的儿童信息呢 我们刚才从我们的主席 就是我们的正洁弟兄 可能孩子们你们称他为Uncle Lester 是不是 我们从他的读经里面 我们似乎有看到两个人 他们看到了两个的图像 或者两个的景象 这样的一个图像在景象呢 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意象 英文叫做Vision 意象 在圣经里面其实不论是在旧月 在新月 都有记载着上帝不同的仆人 看到不同的意象 比较出名的在创世纪里面 我们知道当雅各 因为骗了他哥哥以少的名分 逃跑的时候 他在伯特利做梦 梦见了天梯 有上帝的使者 从天地上面上上下下 就像右边的这个图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呢 在旧月里面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先知 进到圣殿的时候 看见上帝 还看到使者 撒拉夫的时候 也是见到另外一个意象 同学们可能会问老师 老师 什么是意象 你讲了这么多 意象其实 是上帝 启示人的一个媒介 就当上帝有 话语跟人讲的时候 上帝通过意象 通过这个景象 让人明白 他所要说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说 意象是一种 通过做梦 或者通过像梦 一般的经历 来了解 来接受 来自上帝的信息 或者说 来自上帝的一些指示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意象 是记录在新月的福音里面 新月圣经里面 第一个意象 我们看到的是彼得 彼得他在越怕 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天的中午 中午时分 他上到天台上线 去祷告 其实这时候的彼得的肚子 也是饿了 因为他还没有吃饭 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看见天开了 有一块布 很大块一块布 从天上面降下来 这块布里面 有各种不同的动物 有兔子 可能有猪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飞鸟 然后有圣经跟彼得说 彼得把这些动物 宰了 杀了 然后煮来吃 彼得一看 不可以 因为犹太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 不洁净的动物 是不可以吃的 好像猪 好像兔子 是不可以吃的 他说上帝这些 是不洁净的动物 我不可以吃的 但是圣灵跟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输物 或者说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的 一连三次 过后这个快布就收回去了 想一想 上帝要跟彼得讲什么 上帝要给他 什么样的一个指示呢 上帝给彼得的一个指示 是跟他说 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 这个福音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而已 这个福音也给外邦人 给那些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人 上帝的救恩 是给世上每一个人的 所以上帝通过这样一个异象 来告诉彼得一个信息 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 我们来到今天经文的第二个异象 是约翰 老约翰 使徒约翰这时候已经年老了 他在拔摩岛这个地方 那么记录在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其实是一个 启示录这本书记载着许多的异象 是约翰在拔摩岛上面所看到的异象 这时候的记载来到启示录第21章 上帝给约翰看见了 当末日的日子 当审判结束了之后 撒旦被击败了之后呢 约翰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旧的 现在有的天地已经没有了 一个新的耶路撒冷 从天降下来 这个代表什么呢 上帝跟约翰要讲什么东西呢 上帝其实是要启示给约翰说 当末后的日子 当我们当一切都过去的时候 上帝要跟我们在一起 上帝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祂的子民 我们要呈现这一切为业 而且我们现在世上 所有会朽坏会坏的东西呢 都要更新了 所以同学们 上帝通过异象 在圣经不同的时候 让我们明白祂的旨意 领带祂的信息 老师在最后 选了这样一个经句 要让同学们知道说 上帝今天也会通过异象 来跟我们说话 这个经句是记载在 约翰书里面 也同时记载在 《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 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 引用了约翰书第二章说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在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同学们 当我们信主的人 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上帝要通过异象 来告诉我们祂的心意 要通过异象 来让我们知道 祂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 祂要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好 老师的信息就到这里 把时间交给虚慕师 他要告诉我们的主题是 看见异象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的确是很久 没有看见一些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给我们能够回到圣殿 来敬拜我们的主 也感谢上帝 在我们当中 并没有人穿着睡衣 好像过去在家里面 听到的样子 来做礼拜 谢谢华典 其实他已经把我的信息讲完了 我们可以接受 不过我相信上帝的话 还是继续地会向我们来传达 正如他说的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就是看见有两个异象 也就是耶稣有两个门徒 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约翰 他们所看见的 那我们要问 这些的异象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带来怎么样的信息呢 那我们先来看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第一节到十八节 彼得所看见的 那个异象 他在这里 其实呢 他是在一次重复 讲述他在第十章 他在第十章 所看见的 所面对的那个异象 你没有发觉 在这个复活节的节期的当中 我们没有读旧约 我们乃是读 使徒行传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以后 教会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所以我们不再读旧约 乃是以十度新传 来看见教会的进展是如何 是一个新的路程 当然在这个路程的当中 我们看见发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到第十章 就看见彼得呢 他看见刚才所讲的那个异象 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来重复 当彼得看见 上帝要他来吃这些不接近的食物的时候 他马上就一个反应说 上帝啊 我从来 从小呢 我就没有吃过这些不接近的食物 那我怎么办呢 你没有注意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上帝在这里呢 没有墙壁 没有墙拨 彼得要去吃这些不接近的食物 你没有看见 因为上帝 是因为不违背自己的人 上帝 他借着摩西所立下给 以色列人的这些的条例 他是不会废去的 当然上帝也体贴彼得 他已经这么久的那种的习惯 不吃那些不接近的食物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借着这个异象 有他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是要改变彼得 那种的观念 给他看见 有一个新观念 摆在他的面前 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给他看见 上帝所创造的 这个世界的人 都需要得到 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 不只是犹太人 得到这个福音 那是世上所有的人 都必须要得到拯救 才有盼望 所以当彼得还在思索的时候 当他不明白的时候 忽然间从盖撒利亚的 罗马军官哥里牛 所拆派的那些逝者 就在他的楼下 叫彼得的名字 圣灵对彼得说 起来 下去吧 跟他们在一起 不要疑惑 因为我拆他们来的 上帝安排这个异象 你看见他是配合 哥里牛那种 希望得到福音的 那种的心意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异象特别是指说 是上帝的指示 让彼得能够放下 过去那种犹太人 本来就不允许 而外国人接近往来的 那种的旧观念 原来犹太人认为 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是高人一等 上帝转变 彼得的心 叫他你要谦卑 知道上帝不只是 拯救犹太人而已 因为圣经说 万人要得救 明白真道 圣地不愿有一个人沉沦 乃是愿意 人人都悔改 所以就建筑这个异象 要彼得明白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也就是他的责任 结果呢 他就是去到 哥尼流的家 住在那里 把福音 一清二楚的 讲解给他们明白 并为他们全家来施洗 我的powerpoint不见了 没关系 当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就写到耶路撒冷的使者 和犹太人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 也领受了上帝的道 他就去找彼得来争论 彼得重复地 把他的经历再次说明 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就是再次重复 他在第十章的经历 但是你没有看见 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 他的结论 说这些人 当他们听见这些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给上帝 就说这样看来 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慧改 能够得生命了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 我要问你 和问我自己 上帝借助这一段的经历 彼得的经历 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 我很简单地 来提出几方面 我们虽然不能够 像彼得那样 很戏剧性地 浑游向外 或者好像 刚才说的 做梦那种的经历 但是上帝 在每一天 把一些活生生的事情 摆在你和我的前面 让我们看见 社会上 有许多人的需要 或者叫我们想起 或者叫我们听见 某一些事情 了解 人所面对的困境 或者叫我们想起 某一些还未 认识上帝的亲友 他们的确 很需要基督救赎的福音 无论你是看见 无论是听见 无论是你想起 可能这些事情 都是很普通的 可是 上帝确实要 把这个很普通的事情 让我们看见 听见 或者想起了以后 叫我们必须 要有反应 那我们可能 不能够像彼得 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觉得 最基本的 最可以做到的回应 应该就是祷告吧 你为你所见 所听 所想起来的事情 来祷告 有位神学家 Kalbach 这样说 他说 take your Bible and take your newspaper and read both but interpret newspapers from your Bible 他说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也要读报纸 但是你必须 以上帝的话 来看报纸 所报导的事情 今天不但是有报纸 因为Kalbach的时候 的确是只有报纸 可是今天 我们有TV 有WhatsApp 有YouTube 有TikTok 有Instagram 还有很多很多 你们去想一下 你就会知道 上帝借助这些的媒介 每一天都给我们看见 听见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 周围的地方 当然 我们可以发现了以后 我们必须要以圣经的角度 来去看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的发生 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当然你就有责任为他们祷告 比如说这两三个月来 当你每一天都在读 这个乌尔战争的时候 你会马上为那些受苦的人 来祷告 你一定是会求主啊 主啊 求你来阻止 这样的战事 继续地来发展下去 所以我相信 当我们除了祷告以外 上帝要我们进一步地有行动 来去做上帝 吩咐你的事情 这些事 很可能就好像 上帝叫彼得 吃那些所谓不接近的食物的一样 是你很不习惯的事情 是在你的舒适区 也就是在你的comfort zone之外的事 因为一般人选择要做的事情 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所习惯的 都是在我们的comfort zone 在我们的舒适区的当中 但是我相信 上帝常常 把一些超过我们的范围之外 超过我们的框框 我们的舒适区之外的使命 吩咐我们要去完成 你看见彼得就是如此了 原本他以为说 只把福音穿给自己的民族犹太人 已经很足够的 但上帝的心意 乃是要全人类都得救 因为当他来卷选他们的先祖 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我们今天 世上的万族都是因为 亚伯拉罕 接受上帝给他的呼召 他的后代当中 有一位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成为全世界 人类的救主 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 都要因为亚伯拉罕来得福 其实在加拉太第三章第八节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上帝要叫外邦人因性诚意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了 所以上帝 今天借着这个不洁净 食物的意象给彼得 让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 那个很艰巨的使命 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 上帝的心意就是如此 犹太人跟外邦人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都是他所爱的 都是他要拯救的 你没有发现 耶稣常常用一个凡 中国人的字 凡的这个字 比如说 约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节 我到这个世上来乃是光 叫什么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面 我不是只是叫犹太人 那是叫凡信靠上耶稣基督的 就不住在黑暗里面 约翰第一章第十二节 又说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靠他名的人 他就吃他们全病 做上帝的儿女 感谢主 圣经没有说 凡犹太人接待耶稣的 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 没有 使徒经传第十章三十四节 当彼得看见上帝 卷选哥林如他们一家的时候 他就便开口说 哎呀 我真的看出上帝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的当中 那敬畏主的行义的人 都是为主所怨纳的 他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 当那些犹太信徒 或者那些遵守律法的犹太信 耶稣的信徒呢 就跟他们争辩 你们要守 外邦人一定要 要受隔离 才可以作为基督徒 你看彼得怎么样回答 彼得说 诸位弟兄啊 你们知道上帝 早已经 卷选了我 也就是他回到第十章的话语 叫外邦人 从我的口中 得听见福音的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上帝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接触 我接近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什么 并不分他们我们 各位 上帝给彼得看见 他的经历 今天也是在向我们挑战 所以呢 我们要除去我们的偏见 要除去我们的数十七 要除去我们的懒惰 因为上帝今天给我们看见 很多的事情 可能是机会 也可能是难住 可能需要我们心中 放下这些的身份 偏见 要克服 这些的困难 才能够去做的 正如彼得一样 问题 是在我们看见了以后 我们有没有反应 我们有没有感动 愿意把这些的感动 化为行动 去把它形了出来 我相信有很多人知道说 我已经退休九年 我退休了以后 我就不愿意一直在新加坡 不是要去游玩 其实我每次去做宣教的工作 一做完了以后 就马上走了 人家问我说 你去中国很多地方 是的 可是那些景点 我都没有看过 后来我发现 中国的河场 越来越不是我可以做的了 因为里头的确有很多上帝的工人 这几年栽培他们做得很好 所以上帝给我看见 给我有一个机会 接触印尼的工作 所以我就去到西加里曼丹 一看 内中有很多福音的合唱 把那些可以做的事情 就介绍到新加坡的教会 就比如你们已经听过很多次的 山高丽隆的学校的工作 接着住那些穷苦的学生 让他们住宿 我也是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以后 我们在那里建了一间的男生的宿舍 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利文 因为利文在他离开之前的两个礼拜 交代我说 他留下一些钱 可以来做一些宣家的工作 结果就建了一个 叫做利文让这个男生 可以住在里面 建好了以后不久 他说已经不够用了 弟兄姊妹 当这些学生在那里住宿下来 每一天有机会来接触圣经 祷告 结果有很多学生信了耶稣 不但他们信了耶稣 也影响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家都是住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的人是要步行 两天才能够到学校 不可能说每一天步行来学校 所以一定要建这个宿舍 让他们住下来 最近这几年 我又开始参加 耶稣达 卫里神学院的工作 已经有两年多了 没有回去再看了 因为这一间的神学院 栽培着传道人 不只是想说去德罗阿耶而已 他们很小的地方 他们都很愿意去 所以在这些小教会里面 服侍 用很简单的工作 来去寻找那些时尚的灵魂 各位我今天分享这些 并不是一定要 让你们每个人 都有同样的感动 但是我相信 上帝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上帝自然会感动 其他人来去做 我相信 上帝都给我们 有不同的看见 不同的听见 就好像上个礼拜 有位颜弟兄来分享 我们在新加坡外劳的事工 他就是因为 看见了这个合场 就投身在其中 去学习他们的语言 跟他们一起生活 跟他们沟通 逐渐地把耶稣基督 来介绍给他们 各位我们今天 上帝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呢 不要把你的眼睛盖起来 不要让你的数时区 或者你的习惯 或者你认为的主力 很多主力 结婚以后 要看孩子 工作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很忙 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主力 就来阻止我们 阻碍我们走出去 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个故事 一个宣教师 有一天在平民区的 小餐馆里面吃午餐 他选了食物了以后 当服务员把这个食物 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是不吃 服务员啊 发现了以后就过来问他 先生啊 为什么你不吃呢 是不是酥肮脏吗 是不是不喝你的口味吗 他的手拿起来 指着那个窗 在他隔壁有一个窗口 他说你看 原来在这个窗口的面前 有好几对的眼睛 应该是很饥饿的眼睛 看着这个宣教师 也看着那些的食物 服务员说 哎呀 这些很小事了 就把那个窗帘一拉下来 就告诉他说 你看不见了 你可以吃饭了 弟兄姊妹 今天我刚才有一句话 你会不会制造你自己的窗帘 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让 我们自己所制造的这个窗帘 遮住了我们的眼睛 你会看不见 其实外面的情况 还是一样 没有改变 只是你不愿意来去看 把你的眼睛遮了起来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这里很清楚的 上帝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 他说他就是上帝 借着基督使我们 与上帝和好 又将什么 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份 来赐给我们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以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的身上 你没有发现 跟上帝和好 我们的罪而能够得到 得到解决 不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 归到我们的身上 然后他说 要把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托付我们做什么 跟别人来分享 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 问大家 上帝给我们看见了什么 你有行动吗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意象 很简单的 来看见约翰看见的意象 老约翰 借着老牧师跟你们讲话 老约翰 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 到最后的一个意象 就是他看见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从天上降在地上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一一的来解释 甚至那个Alpha and Omega 我都不解释 在这里最主要的信息 那是上帝给我们 这永恒的盼望 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做我们的上帝 各位你知道 新天新地 是上帝预备的一个美意 一个更美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上帝 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 这个家应该成为 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的目的 目标 基督徒的人生 并不是无望的 没有盼望的 那是很清楚 我们的目标 是在上帝和他 为我们预备的家 年轻的时候 你都不会想这个家 来到年老的时候 有病痛的时候 你必定会想到 哇 有这个家 是很美好的 你知道Campus Crusade 那个创办人 当他生病了以后 他要回家之前 他就好像孩子 你明天要带他出去 Sento Sa 今晚上就睡不下 一直很高兴 这位先生 他就很高兴说 我要回去了 他的孙子 看见他的公公 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就对他说 Have fun in heaven Grandfather Have fun 各位 我们当然不是 一定是在那里 游戏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家 乃是上帝 为我们所预备的 我相信 那些七十岁以上的人 听了以后 心里面非常的安慰 七十岁之下的 孩子在懵懵懂懂 听不懂 各位 这个家 乃是超过 先前在创造的时候 上帝所造的伊甸园 你们有发现在 第一节跟第二节 异象的描述 他说先前的天地 都已经过去了 海也没有了 海在这里代表是罪恶 当然有的人的解释不同 也就是说 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 不再有罪恶 不再有悲痛 不再有因为罪 所带来的痛苦 死亡 哀哭等等 这是第四节告诉我们的 因为当人类犯罪了以后 这些病痛 哀号 就进入到人类的当中 而人类 一直的没有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谢上帝 借着上帝的儿子 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恩典 他胜过死亡跟罪恶 让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 也能够胜过死亡 也能够胜过罪恶 所以在新天新地的当中 新耶路撒冷当中 我们将一直享受 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情况 与上帝永恒的同在 跟他一直不断的有交通 有来往 各位其实今天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 你相信吗 在我们崇拜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去看 以信心的双手来去触摸他 并且凭着信心 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你就会很感恩 上帝就是这样 不离不弃地与我们同在 因为以马雷利 上帝与人同在 但是今天有一个怪现象 在崇拜的当中 有的人还邀请上帝 你来到我们当中 上帝啊 圣灵啊 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各位不必你求 因为这是一个 很错误以人为中心的崇拜 我们所需要的是 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 甚至到 当我们还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家里面 邀请我们 你去崇拜吧 你到德拉耶 你到礼拜堂 我们在那里相会吧 我已经在那里 而且在崇拜的当中 从头到末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在我们的里头 因此我们要靠着信心来敬拜 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 并且以顺服的心 来接受祂 在崇拜的当中 借着诗歌 借着圣言 甚至借着祷告 所给予于我们的挑战 而且给我们的使命 当然我们知道 世上的一切 总有一天都会过去 包括我们的礼拜堂 无论是多么漂亮 我们的敬拜 无论是做得多好 这些都会过去 因为这些都是在 热光之下的事情 但是感恩 我们今天已经做一些 热光之上的事情 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上帝要永远地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要亲眼看见祂的威容 并且面对面跟祂有交通 各位你有这个盼望吗 你如果有这个最大的盼望 我相信你也希望 你的至亲好友 甚至你不熟悉的人 你都愿意跟他分享 这一个好的消息 所以 今天我们从彼得的意向 教导我们要 敬福音的责任 让福音能够广传到世界各地 而且是各族的人 而约翰的意向 却是让我们肯定 永恒的盼望 上帝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让我们记得 我们一起来读 有基督救世的福音 才有上帝亲自在永恒中 与我们同在的盼望 今天的信息 就是这两句话 阿们